當初人民支持高家瑜 是因為 不是因為你很愛唱歌 是因為你總是會在質詢的時候講出人民的心聲 最近我看你上了一堆爭論節目 你都在護航綠電 你都在護航民進黨 有沒有幫人民說話 我相信大家都看在眼裡 所以你說問到他 我只是覺得非常失望 失望到了極點 台灣最討厭的就是這樣 他後面是誰 他什麼派系 干我屁事啊 他覺得是民系代表還是幫派啊 是為民服務還是為黨服務啊 你跟我講在幹嘛啊 領的是人民的錢還黨的錢啊 不要跟我講廢話啊 我想館長應該非常清楚喔 過去我在立法院 不管是質詢要求 時評制 或者是針對高工設筆要求改革 這些都是所有立法委員裡面最認真的 館長也曾經認同過 那當時大家也知道我去台灣館長 唱了隱形的翅膀之後 館長就馬上出院了 現在有沒有哪一首歌 比較難代表現在的友誼的狀況 呃... 不知道我一時之間還想不到什麼適合館長的歌 對啊 港無立委不干我的事 我今年我覺得啦 我看一看家瑜 不好意思啊 我看一看家瑜在爭論節目上的表現 我覺得失望 當初人民 支持高家瑜 是因為 不是因為你很愛唱歌 是因為你總是會在質詢的時候 講出人民的心聲 最近我看你上了一堆爭論節目 你都在護航綠電 你都在護航民進黨 嘖... 那我認為說呢 我認為啦 不好意思 你也不敢提居住正義 你也瘋嘴了 你也不敢提司法改革 你也不敢提這幾百億的綠電光年 齁... 這些人員政策 我覺得 我看完之後 我整個失望 做人是這樣 如果今天我當民意代表 其實阿管現在已經是個民意代表 沒有領薪水的民意代表 我們應該為人民講話 無論我的黨 是怎麼樣的人 但是為了人民 我依然持續講 如果民進黨要開除我 我會跳出來我自己選 我不用依靠黨的光環 因為我相信 所有人民都會看見 我在幫各位講話 我們的黨其實做得不好阿 又亂做貪污阿 我絕對敢出來講 但是今天我沒有聽到 果然 人家常講 絕對的權力 只能絕對的腐敗 有沒有幫人民說話 我相信大家都看在眼裡 所以你說問到他 我只是覺得非常失望 就是什麼 失望到了極點 當初說跟我多好 這次我發生了這麼多的事情 民進黨告我 保衛開槍 民進黨護航 他有講到一字半句嗎 館長後面的人就LINE要怎麼說 所以咧 所以民進黨做得很好嗎 我再講一次 我再講一百次 政治人物不管是為了誰 都要聽人民說話 不管他後面是LINE還是XX他爸爸 台灣最討厭的就是這樣 他後面是誰 他什麼派系 公我屁事啊 他選的是民系代表還是幫派啊 是為民服務還是為黨服務啊 你跟我講在幹嘛啊 領的是人民的錢還黨的錢啊 不要跟我講廢話啊 幾百億幾百億的貪 他啞巴啊 在節目上護航賴品魚 我有看到啊 怎麼樣 他家拿人民的錢很驕傲值得護航 是不是 我們今天我們學的是民意代表 什麼叫民意 不是黨意 民意 人民為天 沒有人民 就沒有你們這些政客 一個有良心的人 就像我一樣 國民黨那時候跟我交好 我不屌 民進黨要跟我交好 我也不屌 因為我永遠站在人民這邊 幫人民講話 我沒有拿你的錢 我聽你廢什麼話啊 幫你護什麼行啊 請問一下就是館長是有提名說 您就是 護航賴品魚 結果沒有管民意 那這部分要怎麼看 我想在我心中喔 館長對我一向是非常的溫柔啦 那過去我受傷的時候 館長也會給我一些 他自己的一些產品 那館長受傷的時候 我也去唱歌給他聽喔 那確實就是說 館長最近對於民進黨 有很多的批評 也有很多的監督 那當然不可能館長說的每件事 我都認同 那也不可能我做的每件事 館長都會認同 我想每個人都有 對於事情不同的看法跟態度 那對於賴品魚的事件 我想 我的態度就是說 記者喔 對於賴品魚這樣子 連日來的窮追猛打喔 讓賴品魚在一個非常壓迫的情況之下 跌倒 那我覺得非常的心疼 大概是就這樣 那館長如果不能接受 我覺得 當然館長也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對於很多的議題 例如館長說 我們對於居住正義 對於司法改革等 知識未提 我想館長應該非常清楚喔 過去我在立法院 不管是質詢要求 食品制 或者是針對高工設筆要求改革 這些都是 所有立法委員裡面最認真的 館長也曾經認同過 那甚至 我在館長節目曾經提到 要降低汽車的進口關稅 貨物稅等等的議題 也都努力在推動 還有燃料稅水油徵收 館長過去也都大力的稱讚支持 那現在或許館長對於民進黨的態度 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但我覺得我們該堅持該發聲的 還是會繼續講 那關於綠電的議題 我覺得有不法的證據 我們也絕對是 一定會要求 一定要法辦 一定要研辦 但是不能看著 哄哄著開槍啦 尤其是在綠電的爭議上 國民黨有更多的門神跟高官 現在被揪出來 也有很多政治獻金的問題 這些我覺得藍綠都應該要拿出來檢視 那同樣的標準 如果有不法的 一樣應該要用最高的標準 最嚴格的態度去監督 這個也是我一向的立場 我想大家也都看得非常清楚 我們一向就是站在民意的角度 我們沒有包袱 也沒有財團的背景 但是努力的為民發聲 這就是我們問真的態度 我想不管去哪裡都是一樣 我也謝謝館長對我的監督 或是對我的指教 那我還是會繼續的保持我的初心 然後繼續的努力 那當時大家也知道 我去台灣館長唱了影情的翅膀 之後館長就馬上出院了 那因此其實很多人也說 這一段過程很多人也都印象深刻 所以我想過去的這些情誼 對我來講啦 也都是一個人生的點滴 那也希望館長能夠了解我們的立場跟態度 然後能夠有一個好好溝通的機會 現在有沒有哪一首歌 比較能代表你們 時間現在的友誼的狀況 呃... 不知道我一時之間還想不到 什麼適合館長的歌 對啊 有一定會兒 有一定會兒 我覺得 有一定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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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程 沒有